歡迎大家來到體育廣場 繼續是Tony 崔金棠 請來我的老友記 我們香港的一代名將 就是長跑好手張文豪 1993年的大陸之王冠軍 歡迎你 胡叔仔 上次說過 你已經在很短時間 兩三年間再次復出跑步 成為香港冠軍 1993年你成為大陸之王的一屆 當時香港有長跑好成 有魚野聯賽 有大陸之王的長跑賽 大陸之王一年是幾站 又要跑保雲道 又跑山頂 最後跑北潭聰 當時有很多很強勁的對手 你印象給你最深的對手有哪幾個 當時我主要的對手是 黃曜楚 華仁 李嘉倫 他是短一點的 即是石棋 或是馬拉松為主 有吳輝陽 黃曜汶 那時國漢貴 外國人有很多 都有Martin 斯特伯 羅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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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英俊 也很強勁的 他就幫他們一起 Simon Parsons 還有何人 還有學建士 有很多個 還有後期 卡德勝出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說 我已經退休了 有很多外國人跑出來 卡德勝就比較奇人 他就是Dr.Martin 香港的老闆 可能當時在英國 只是普通的長跑 我們叫喪街 普通跑街 但來到香港的水平 已經是一級 因為是31分的水平 其實你32分多 在track中 其實應該可以再快 那時因為熱天 35度 那時走出沒有冬天賽 那時的比賽 田中比較集中 跑街在冬季 夏季在田徑賽為主 還有對手 自己一個人跑 也不會快 所以5000人跑來跑去 也會自己贏 那你怎麼跑 不會跑到一個好的時間 沒有人最大的步出 沒有大步出 沒有競爭 所以會差一點 所以做運動員 有時做時間 都是平常心 事也不也 有沒有對手 天氣如何 我記得那時你跑到5000一萬 都是會賽的 因為是暑假的前後 沒錯 生命都沒有 烈日當空在田徑賽跑道上有腳印 那時還沒有水印 現在有水印 現在一萬公尺也有 5000人也有水印 那時沒有 有水印 我們那時跑到3000障礙就配過身 因為看濕水的腳印 覺得很辛苦 水池有海市神流上來 30多度 很興奮 你有沒有跑到3000障礙 沒有 還有沒有 我怕跨欄 但你5000一萬已經是最頂尖 我知道你現在跑到障礙 也不多不少 因為你 因為5000一萬不夠你跑 是嗎 不如試試三千障礙 但也不行 因為你也是一個均速的跑 始終跨欄也是一個特別的 身體質素是否適合 幹怪也很適合 因為四頭肌 大隻四頭肌很粗壯 花藍也很適合 黃葉彩就比較有靈巧 有這班頂尖的前輩 雖然我跟你們同期 但我比你們小 差不多 一起練習 氣氛是相當好 我們後面那批 陸續出了一些中場跑的 很多 有周志強 黃健安 那些都是你們大氣的風氣 還有有阿岳啟德 他很不為餘力 把我們各路英雄混雜 一起練習 他玩得很久 到現在還在 他到現在還是教練 長跑教育 現在轉教育短跑 但好了 要講先進運動 你為何會無端的復出呢 去年 我停了26年 基本上 94年 我最頂峰的時候 我就退出了 自己有理想 做自己理想的事 因為胡蘇貝本身也是畫家 我畫畫畫了二十多年 變成要放下了 於是去做神學 即是有更高的理想去做 所以就放下了 一放就放了二十多年 怎會復出呢 那時候你前兩年都知道我的肚子很大 跟他差不多了 對不對 那麼大 山高 雪垃高 以前運動哪不會有的 要膽固腎高 要根油脂高 什麼都高了 變成真的不行 真的好像身體沒有理由 以前這樣強了 跟醫生說 我以前是運動員 是香港代表 搞成這樣 所以變成 不如慢慢跑一下 希望身體… 你記得去年年尾才見到你出來跑了 那也是Peter 他慫恿了 出來玩玩玩玩 不要啊 一起玩玩就行了 就報了去馬來西亞 你很晚 你剛才跑回 最初動作 兩個月都沒有 九月跑回 十月跑回 十月就跟我們去鼓進參加 對呀 我打算參加比賽 讓自己感受一下 原本你願意參加香港先進賽 但因為有些原因 取消了 變成一去就去亞洲賽 對 那亞洲賽跑什麼成績 我五千萬跑第六名 都這樣 我跑回十八分多 那時候十五分多 二十幾個月就沒有跑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跑 但是你接著這四個月 我看到你放在Facebook 你的訓練已經頒迫到以前了 是啊 已經不會是十八分多 我靠放在Facebook 鼓勵自己 可以跑快一點 你現在的訓練成績已經嚇死人了 最近一次你跑了幾個四百 最快跑了九個 九個是慢一點的 是八十幾的 八十幾秒 八十二三秒 後來我跑過五個 七十幾秒 七十三秒 七十四秒 但你第五個是七十秒 是啊 即是一分十秒 和我以前五十幾秒差很遠 你現在五十幾 六十幾 現在五十四 五十四 你五十四歲 你還可以跑到這個成績 而且我看到你三K、兩K、一K 是啊 都是PB來的 就是二十幾年之後的PB 你三K跑多少 三K我應該是十二分 十二分頭 十二分頭 最後那一K呢 一K應該三分二十五 是啊 最後那是三分二十而已 如果用三分二十來計 就是三十三分多 因為我這兩個月 每天都跑 要試兩房 因為我們一投入下去 就會很拼命 那你現在你估計 你現在跑五千可以到甚麼程度 現在應該是 那次跑十八分多 應該十八分頭 應該得到十七分尾 應該可以的 休息夠 是啊 我已經預計到 你將會來下一屆的 收取2021年 就是在印尼耶加達 你都會想要站椅子 還是 你目標是怎樣 其實你現在復出跑 其實目標是沒有的 因為以前冠軍都拿很多 現在和以前 以前好像是有壓力 和想破時間去跑 現在就是享受 就是盡力去做 練習了就去發揮 不要說要拿第幾名 甚麼時間 我一向跑步都不想跑多快 就是盡力去做多快就做多快 就是我是這樣去 所以你這場跑甚麼時間 你問我 我記得當時我們看到 胡蘇仔雖然是一個神級 即是遠超於我們普通 一般香港冠軍的水平 所以我一跑下去 我要跟他拼命 我看你比賽好像沒有甚麼 我上線了我跑了 沒有那些臨上線的 很坐立不安 即是好像馬一樣 一整到快當然要追他 要拘捕他 這個是本性 一落運動場 就不輸給你 不如不要拿 會有這些好強的心 現在都有 但我現在身經好像二十多歲一樣 我不忍耐著我五十多歲 即是跑起來都是年輕人 我照樣看 這樣才是個人的 還有先進運動也好 我們每五歲一組 你比賽都跟班子 差不多年齡層 當然跟二十多歲一起跑都會比賽 但一個不公平的競賽 50和20 但50和50是很公平的 你現在參加了亞洲賽 世界賽會不會有什麼 春英應該是日本 本來就是世界先進運動會 不只是田徑 游泳和單車都一起 就是在大阪 希望到時可以辦到 希望未來的比賽 一起去玩 繼續和你一起 跟老友機 我就是有目標 世界賽來亞洲 2024年 就是世界先進田徑運動賽 在2024年大休 希望到時你和胡蘇 一起去參賽 好 多謝你今天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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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